喂 大美啊 冬子 你今天去房产局把房子办了没 嗯 办完了 房产证也拿出来了 对对对 拿出来了 太好了 我们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你现在在哪呢 我现在在家呢 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 我睡会儿觉 嗯 行 一会儿我去找你啊 嗯 好 拜拜 我今儿个真高兴啊 我今儿个真高兴 我今儿个真高兴啊 我今儿个真高兴 好 安静 我今儿个真高兴啊 阿姨 你在家啊 大美来啦 嗯 那个冬子呢 在屋里睡觉 还没起床呢 嗯 好 那我去找他啊 去吧去吧 今儿个真高兴 我今儿个真高兴 这个红色的本 你懂什么 这叫仪式感 算了算了 别看了 怎么了 我看一眼都不行 到底怎么了 大美啊 我说出来 你别不愿意啊 大美啊 那个房产证 虽然办下来了 但是呢 写的是我爸 跟我妈的名字 啊 为啥呀 我妈跟我说 这买房子 最好是写父母的名字 这不今天早上 他俩跟我一起去办的 我呢也没 拗过他们 所以就写了他们的名字 不是啊 不是啊 那这样的话 这房子是属于你 还是属于你父母 大美你说这啥意思啊 以后咱俩结婚了是不是 谁都不一样啊 都是一家人了 你说的也是 反正这房子 要是只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那也是属于你个人的婚情财产 我也唠不着 只要以后咱结婚 能住进去 那就行了 是谁的也无所谓 不过你也是啊 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说一下啊 大美啊对不起啊 哎嫂子 哎小浩上哪啊 我去趟市区找个装修公司 找装修公司干嘛呀 装修房子啊 你也买房子了 啊就我哥买的那一套 那不是你哥的房子吗 怎么你装修啊 我哥他没跟你说吗 我妈把那房子 过户到我名下了 所以我赶紧装修一下 啥 行了嫂子 不跟你说了 我要赶紧去市区了 不是 这什么情况啊 冬子 冬子 哎 大美啊 阿姨 冬子呢 冬子 他不在家 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啊 我刚在来的路上 碰到冬子他弟弟了 他说要去市区装修房子 是啊 那房子不是我跟冬子结婚的婚房吗 怎么过户给他弟弟了 大美啊 事情是这样的 大美啊 这不是冬子他弟弟吗 交了个女朋友 现在回味了 急等着结婚 但是没有地方结啊 就只能改紧的 他把那套房子装修起来 然后结在新房里 那我跟冬子结婚结哪啊 你们俩 你们俩再说呗 不是阿姨 你这 你大美啊 你说你抄这闲心干嘛 那个房子 无论是谁买的 都是我们家的家产 我把它欢呼给他弟弟 没毛病吧 你咋比我还着急呢 那可是我们俩的婚房 我不着急嘛 我们俩结婚结哪儿 你们俩结婚 到时候实在不行 就在这房子里抽个抽个呗 行 阿姨 我知道了 大美啊 刘浩东 从今天开始 就在这房子里 咱们俩结婚了 咱们俩结婚了 还穿着 我非常面诚 不过 了 咱们俩结婚了 感谢观看